梅子墨工厂厂长亲自带着来自马来西亚的企业老板导览 虽然只看到了几朵梅花 企业团还是相当高兴 随后更是前往了酒窖了解酿酒的过程 最高就是叫长老 我们没有酋长没有头目 所以我们就是长老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这一只长老说话就是 No.1 这次来这边我们是来客地来订梅酒 到马来西亚销售 然后客地是调自己喜欢的口味 到马来西亚 为什么会挑选我们梅子梅工厂 新一厢梅子梅工厂 因为这边产的梅子比较多 而且主要是梅子的主厂这样 我们特地过来这边 我们还会订明年的要销售的产量 订定那个梅子来做这个梅酒 然后到马来西亚 对对对 我们还会这个梅酒还会开发到很多国家去 因为新马是一家 所以我们拿渡本身在新加坡 还有印尼 还有一些比较整理说东南亚这边 它都有一些销售据点 最近才刚开放国门 梅子梅工厂便透过国内厂商推荐 接到国际订单 因此让新一厢农会受到很大的鼓励 他们这次是首购的订购量 好桃花美酒这部分 他们订购了2800瓶 我们在年底会把它出货完毕 因为他们那边是属于比较照热的天气 他们比较合一点酸的东西 甜甜的 他们感觉都非常的好 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他们 我们是第一次跨上我们所谓的国际形象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招揽其他国家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 那有不只是生产跟加工而已 他有像前面有这样展售区 有这么多样化的产品 那也有很好的设计 那他这次来也觉得很开心 也对于台湾的农产品更有信心 那我相信他在马来西亚这边 把这样的故事带回去以后 也会能够把台湾这些故事传递给 这边的新一项梅子梦工厂的好 传递给当地的马来西亚人 疫情期间 梅子梦工厂都不曾接到国外订单 就连国内客制化的订单也减少了许多 这次国际的订单是好的开始 农会也欢迎大家都能采购优质的农特产品 记者曾光佑 新里香采访报道